哈喽,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小九和弦 那么上节课的大九和弦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整明白了 如果没有整明白的同学呢,就不要开始这节课,不然的话你会听不懂 那么小九和弦呢,它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小七和弦 然后在小七和弦的五音后面呢,加一个大三度 比如说我们从A的小九和弦来说 比如说A,从这个音开始吧 A,这是A的小七和弦,你看 然后在后面加上一个大三度 然后C,这样的 所以这几个音呢,它就是A的小九和弦 就是AM9,就是这样来写AM9 就是A的小九和弦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把它拆分开来 拆开,因为我们一个手按五个音很痛苦嘛,很困难 基本上按不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为了方便弹键盘或者弹吉他 我们把它给拆开 那么怎么拆呢 你看,我们可以看这个 那多米索里面呢 多米索西,它是一个C的大七和弦 你看,多米索西 它是一个C的大七和弦 那我可以把这个C 可以转位 这样的 也就是我们左手弹A 右手呢,弹多米索西 这样的 就是一个A的小九和弦 这样弹起来的话呢 就方便多了 大家记住啊 就是根音的上 因为它是小九和弦嘛 小的 所以我们 根音跟这个音是小三度关系 上节课的我们是大九 比如说C 加上一个上方三度的小七和弦 就是E嘛 E E的小七和弦 那么C跟E呢 它是大三 大三度 因为它是大九和弦 所以这个三度呢 指的是大三度 那么我们小九和弦呢 就是A A跟这个C 它是小三和弦 小三度的关系 大家记住 大家可以自己去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小九和弦就这样的 多米索西 这样的 就是AM9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多熟悉一下 那么我们还是以这个 1625来 给大家演示 那么我们把这个1625的 全部的三和弦 把它改成了九和弦 上节课也是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A-9 D-9这样的 那A-9的话呢 它就是刚刚说的 A 然后右手弹 C的大七和弦 好 那D-9呢 就是左手弹 D 右手弹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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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F-A-9 这样的 F-A-9 因为太近了 我们就把这个F-A移到上面来 就变成了这样的 F-A-D-E 我们要善于运用和弦的转位 所以D-9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曲子弹一下 我们可以先弹一下 让大家听一下那个三和弦的味道 就是上面的这个 全部都是三和弦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 那我用9和弦 那我用9和弦 这样的 这样去弹就好听了很多 那么大小9和弦和小9和弦 基本上很好理解 也很好用 我们就是跟上几个说的一样 我们就直接把三和弦改成九和弦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是个性和弦 没有什么说什么技巧干嘛的 就是把它三和弦七和弦改成九和弦 就OK了 那么这期课了 我们就 那么这期课了